回收物清洗分類之後交給清潔隊 你知道最後去哪了嗎? 蘋果透過 GPS 追蹤帶你了解回收正向 民眾選手將回收物扔上車 但最後到底到哪去? 為追蹤回收留下 我們分別在紙類、塑膠及紙容器回收物上 都安裝 GPS 再透過手機 APP 顯示定位 解開回收正向 下午四點半 我們在三重區 將回收物交給清潔隊後 自收車繼續沿途收著回收物 這時 GPS 追蹤計畫已經展開 全台的回收制度不盡相同 新北市沒有分星期幾收哪一類別 民眾只要看到回收車 任何自收物都能丟上車 最後再有清潔隊員在車上 一邊收一邊快速地做處分類 直到傍晚六點多 三個 GPS 在同一地點停下 我們沿著訊號而來發現 原來滿載的回收車 會先回到清潔隊在橋下的集中站系貨 我們繼續等待 GPS 訊號移動 離開清潔隊的回收物 陸續都來到五谷中心路上 廢紙與嘴容器的訊號幾天後都在這裡消失 而唯一存貨的塑膠 GPS 在原地停留12天後 展開一段將近170公里的長針 抵達彰化河美的大風環保 完成塑膠回收利用 然而這段看似完整的回收體系 轉運過程卻非常奇怪 我們從環保署的回收處理頁查詢網頁 搜尋五谷區卻只有一家業者 但並非在垃圾山 我們決定前往五谷一探究竟 一路最終 GPS 訊號 我們到達五谷的垃圾山腳下 走來 請坐 跟著這個檔 走進沒有路名的崎嶇道路 周圍大貨車及鐵皮工廠林立 穿越蟲蟲野狗群 我們終於找到 GPS 發送的地點 這裡竟然是一間不明的塑膠回收工廠 沒有招牌也沒有門牌號碼 我們訪問當地民眾想找到更多線索 當然你有把它利用當然是好 你現在丟這樣隨便蓋 你都市的觀點看當然輸動不好 裡面你關於一定也是不好 這一個地方真正開始囤牌 是在石塔建設開始 最低外的地方現在變成一座山 這座山不是各位想像的小小的一座山 是整個區域性都被填滿了 合法的業者不會來 合法的業者也不需要來 那非法的業者政府根本沒辦法管理 另外有不居民的回收業者 更私下向蘋果爆料 廠商都是如何逃避法規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這個廠林 有兩千瓶礦那樣子 例子可能就是說我分座一塊 但是他們都做同樣的行業 都是做資源回收這些塊 就是分座一半 兩家 或者兩家公司一起乘出 當然就是環保局他來你廠商 他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還會爭一些別人 當作我沒看到 因為沒看到也沒事 根據法律規定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的回收廠 才需向政府登記 蘋果帶著垃圾山區的 自收廠空拍圖 及GPS流向圖 向新北市環保局求證 回收物的流向 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們是分巷翅變賣給廠商 是不同廠商來提貨 如果是三重的塑膠品罐 你們覺得回收 就去處很奇怪 很奇怪 那我不曉得他去烏谷樂山對不對 這我不能保證 我還沒保證 那所以我們可以去查 我們可以去查 環保局雖承諾GPS 卻連資收廠的地址 都未主動詢問 當天晚上 蘋果在杜智店提供廠商位置 幾天後我們商門詢問 卻只得到這樣的結果 其實他這個現場的確 有好幾家在這裡 的確是這樣 我們在現場看了 在GPS以後呢 發現他的面積 我們扣除掉 非屬因回收的廢棄物 像是廢塑膠的部分 他的面積是沒有達到 1000平方公尺 他沒有達以登的一個標準 我只能這樣講 然後現場服務設施標準 我只能講這兩件事情 那合不合法這件事情 我沒辦法講 這是台灣目前的一個很現實的狀況 絕對不是只有新北市有這樣子的問題 你去看全台灣所有類似這樣子的 大概沒有幾間是完完全全都合覆 土地使用規定也好或其他的規定也好 又過了四天 新北市環保局才告知最後機查結果 流向五谷垃圾山區的自售物 都與當初得標廠商提報地點不符 坦承舒適 前前後後我們總共花了11天 才終於獲得環保局的完整回復 回收本為環保而做 把關的主管機關 確認業者是否有違法 都難以查明 消極管理 學者認為中央要負最大責任 地方政府真的執行起來 真的困難重重 公民的問題在環保署 因為第一有環保署要求技巧 我們一直要垃圾減量要回收 回收的數字一直往上一直越來越高 但是回收那麼多東西 真的有辦法妥善出去嗎 理論上我公告一個東西 一定要後端東西是全部創通的 不創通的時候 你要地方政府怎麼執行 你知道民眾怎麼執行 大家都是找一個小的場地 然後化整為零 那大家都污染就不好控制了 你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 比較大的規模 因為什麼 那你關於大國民 你要有相當的利潤 有利可圖嗎 人家才會 民眾才會來投資做這些東西 蘋果透過GPS訊號追蹤 解開回收黑幕 政府鼓勵回收廠商 投標購買資收物 卻沒有從源頭價格 讓業者獲利 而是當面對主力問題時 放任廠商 遊走法律邊緣獨島不周